日前,范冰冰现身南京一所高校校园拍摄《她杀》。 照片中范冰冰身穿白色衬衫,搭配宽松牛仔裤, 竖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马尾, 还戴着一个看起来感觉很有学问的黑框眼镜, 留空气刘海十分小清新。 据悉《她杀》是范冰冰黄轩主演的影片, 由曹宝萍自编自导, 讲述了一场跨越多年的爱与复仇下的人性斗争。 范冰冰在片中出演了一位深藏秘密的女人, 黄轩则是穿行于这场迷雾当中的解密人。 最近由范冰冰黄轩主演的《她杀》正在拍摄中, 很多网友都纷纷偶遇偶像范冰冰拍戏, 之前范冰冰现身南京大学拍摄时就被拍到路透照。 她身穿白色衬衫,搭配宽松牛仔裤,身材略显臃肿, 简单梳着长发,七六海十分小清新。 与男演员骑单车穿苏校园, 简直变浪漫校园偶像剧集市感, 值得注意的是范冰冰手中的扇子竟然是弟弟范城中的应援物, 随时随地为弟弟打call, 这姐姐也是相当称职了。